被赶出家门后 我成了一名刺青师 但我闻的不是普通刺青 而是一种能够逆天改命的神秘图腾 可以使负债百万的赌徒 翻身做富翁 也可以让满脸生疮的丑女变成万人迷 季妹求我给她闻下一朵 能蛊惑人心的莲花 可闻完后 她翻脸不认人 不仅骂我丧心病狂赚赃钱 还找一大帮混混当众砸了我的店 我笑了 第一次见到上赶春 着想被刺青反噬的 故事开始 我有一门人人趋之若鹜的手艺 就是闻英文 闻身分阴阳 一种是普通而正统的刺青 另一种则是拥有特殊能力的英文 能让病危的人起死回生 也可以让走投无路的人东山再起 说是可以逆天改命也不为过 但如今 十平米的刺青殿被人砸得支离破碎 我却无能为力 事发突然 几年未见的季妹将一年突然造访 她认出是我 恭敬的表情立马变为惊喜 低声下气的央求 我给她闻一个能够蛊惑人心的莲花 承诺无论花多少钱 她都愿意 可英文并非有钱就能闻的 我始终没有答应 江一年很快就没了耐心 像小时候得不到自己喜欢的洋娃娃一样 瞪圆了双眼 几分钟后 我的小店被一群小混混围住了 隔壁蛋糕店的老板娘见状 小儿帮我报警 我被按在地上 朝她摇了摇头 江一年冷笑 江且 而不是听人说 你的英文非同一般 我今天也不可能来找你 谁知道你得脸不而连 敢跟我装上菩萨了 今天你而是不闻 我就把你手给打断 她的高跟鞋跟踩在我的手巾上 指而一用力 我就会变成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废人 我一声不吭 她的鞋跟立马陷入了我的肉里 一片刺痛 我低声说道 我可以闻 但是后果自负 见我示弱 江一年把我扶了起来 亲切地拍了拍我身上的灰 下一秒 她抢过混混手里的棒球棍 狠狠砸在我肩膀上 我半个身子都抹了 样呛着猛摔地上 江一年拍手大笑 姐姐 从认识的第一天 我就告诉过你了 惹我生气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 好了 只要让我满意了 开心了 钱不会少你的 我强忍着肩膀的剧痛 和满嘴的血腥味 替江一年闻了朵情玉莲花 阴红色的刺青 在圆润的肩头绽开 十几个混混 看得眼睛发直 江一年很得意 看到他们痴迷美色的表情 披上衣服 转身就而离开 我拉住了他 钱呢 江一年勾起唇角 露出讥讽的表情 我有说过 我满意了吗 指而看到你的脸 我就不开心 既然你不懂规矩 这生意就别想做了 店也别了 江一年从小就是这么无法无天 不讲道理 他想而的 想方设法多而拿到 他不喜欢的 就毁掉 我苦心经营的店 在他们暴力拆杂中 一片狼藉 看到我面无表情 他反而更加嚣张 给我砸 谁出力最多 今晚跟我睡 混混们吹起口哨 直到把店里能砸的都砸了 值钱的都拿走了 一群人才 骂骂咧咧地离开 我缓缓抬头 眼睛注视着 江一年窑窍的背影 围首的小混混笑着 往江一年白皙的后背上 摸了一把 吊带从他白腻的尖头滑落 露出了胸口 栩栩如生的莲花刺青 蠢货 半晌 我弯腰捡起脚边的纹身针 低声谜南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英文大忌有三 不可纵欲 不可婚心 不可行恶 还有一件事 我没告诉江一年 无论贫穷富有 闻英文的人 必须给足我儿的钱 否则 必遭因果报应 如果不是江一年 我也不会接触到 英文这门手艺 我外公是三代 传承的英文诗 差点断在我妈手里 她觉得这是邪术 一门心思 只想而嫁给我爸 结果 自己怀孕期间 丈夫出轨 婆婆排挤 生产的时候 大出血险些丧命 拉下了个心衰的毛病 还被登堂入室的继母 和江一年气死了 她的时候 只看到江一年 笑盈盈地 把护心丸冲进厕所里 我妈临死前 用冰凉的手摸着我的脸 有事去找你外公 而听她的话 妈妈没用 妈妈保护不了自己 保护不了你 我觉得她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听外公的话 嫁给了个人渣 害得下场凄惨 我妈头期还没过 我爸就急吼吼地 跟继母领了证 她手臂上缠着黑布 跟继母在灵堂隔壁缠绵 我跪在我妈棺材前 被江一年一脚踹倒在地 她小脸上满事不屑 哭什么哭 多晦气 我妈说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我爸和继母穿好衣服 从房间里赶出来的时候 我正抓住江一年的双马尾 按着她的后脑勺 给我妈的牌位磕头 我爸上来就扇了我一巴掌 一瞬间 我左耳听不见任何声音 眩晕重重 我看到挂在灵堂中央的遗罩 忽然掉了下来 后来我去找外公 他也用皱巴巴的手摸我的脸 放下仇恨 小且 外公不想看你步入歧途 可如果不是江一年 飞而读最好的私立中学 我爸侵吞了我妈那部分的财产 外公也不会拿出自己的棺材 本供我读书 自己癌症晚期 因为看不起病 痛苦地死在家里 我在外公坟前 点上三柱香烟 脸上又带着稀薄的讥讽笑诣 外公 你教过我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这回是他自己找上门的 你可不能怪我 从陵园离开 时隔多年 我回到了江家 要是没换 我进门的时候 我爸 其乐融融地在吃晚饭 我的出现 让继母温婉地笑容僵住了 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自来熟地拉开椅子坐下 江一年砸了我的店 我平时都住在店里 现在没有地方睡 就想着回来住一段时间 江一年手指弯了弯 我看得出他想杀我 但爱与我爸在 被继母压住了 你这孩子 这么多年没回来过 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 保姆今天放假 客房也没收 注视着继母 有些不情不愿的脸 我笑着说道 我不嫌弃 怎么说也是我家啊 阿姨 你是容不下我吗 继母呼吸一致 我将视线转向我爸 爸 我这几年没回来 其实早就没有小时候的想法了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但无论如何 你都是我爸 我迟早 而回来孝敬你的 我垂着眼 声音含着哭腔 我已经没有妈妈了 怎么能没有爸爸 我爸果然动容 眼底闪过一丝愧疚 原本严肃的表情 都开始松动 我的低头 终于博得了他的一点同情 爸没怪你 这无论何时都是你家 想回来就回来吧 像一年看不得我们妇女情深的画面 他阴阳怪气 爸 你每个月给妈的生活费 全被我妈用来好吃好喝的伺候你了 家里再多一张嘴 这可怎么够 我爸疼爱继母 从我记事期 每个月都给他20万的额度 怎么可能不够 我爸表情一致 刚而开口 我连忙说道 我这几年也赚了一点钱 只不过存了死期 等过段时间 我会给阿姨转家用的 见我已然从当年 没有利用价值的脱油瓶 变成家里的劳动力 我爸露出满意的笑容 都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那哪行呢 我是你亲女儿 我不孝顺 你还有谁能孝顺 本来还有些保健品想带来的 但是 我苦笑一声 都被妹妹的朋友拿走了 我还以为他会帮我转送给你 我爸瞥了眼 坐在旁边事不关己的江一年 长叹了口气 你妹妹还小不懂事 你也别跟他计较了 我面上答应 心里冷笑 女儿送多贵重的礼物 都是额毛 继母的女儿 却能爱乌吉乌 只知道偏袒 这句话他说了十几年 大概早就忘了 江一年只小我一岁 如今也二十四了 这顿晚餐不干不尬的散场了 我爸儿赶晚上的飞机出差 他临走前 江一年还在缠着他 而零花钱 我不紧不慢 朗声开口 妹妹 你儿去夜店玩我给你转钱 别耽误爸的正事了 爸 一路顺风 我爸白手起家 自诩家风优良 最看不惯声色全马的富二代 他眉头一皱 收回身像钱包的手 绵绵 你也不小了 该跟你姐姐学着 为家里出一份力了 别整天跟不三不四的人私混 在家好好待着 我先走了 他走以后 江一年咬牙切齿的 拿起门边花瓶 向我砸来 别脸不而脸的贱人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我轻轻避开了飞溅的碎片 收拾了我 可就没人会给你钱花天酒地了 不过你儿带我一起去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我摇摇头 勾起唇角 我没什么朋友 想去见见世面 今晚的费用 我全包了 江一年一愣 眼神透出几分怀疑 但没过几秒 他发出了声吃笑 也是 你一个次清收费那么贵 这几年应该赚了不少的黑心钱吧 你妈的房子还在爸手里 要你也不敢怎么样 下次再赶张牙舞找到爸妈面前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妈名下有套房 她去世以后 继承权我和我爸一人一半 我爸想卖了 我不同意 因为房子是我妈留下 唯一还有她很记的东西了 江一年知道以后 无数次威胁我 而是敢反抗 就放火把房子烧了 我垂下眼 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 嗯 我不敢 江一年疏忽盯着我光洁的脸看 半晌 她的声音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几年没见 我才发现 你跟你妈长得越来越像了 一脸表样 原来是想跟着我去勾引男人 我如她所愿地 化了个奇丑无比的妆 出门前江一年 对着镜子补妆 我盯着她的脸 发现她原本白嫩无瑕的脸蛋上 出现了一条细纹 再看向她赤裸的尖头 那朵红帘 仿佛不知不觉中 变得饱满了几分 江一年嘟闹了句 怎么感觉裙子好像变松了点 难道是我减肥成功了 我悄然翘起嘴角 继母爱你心切 见江一年 因为爱美天天吃沙拉 前面说什么 也让她喝碗鸡汤再走 近计有三 江一年已经破了两样 凡事开始了 夜店灯红酒绿 人声喧闹 我向来不喜欢吵闹的地方 一进门就躲进卡座的角落里 江一年乐得甩开我 一进门就冲她熟悉的营销大声喊道 开十个神龙套 今晚你的业绩我包了 营销瞪大了眼睛 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只是笑 酒水很快就上来了 江一年的狐朋狗友也到齐了 一个短发的女生坐在一旁 发现了她肩头的刺青 表情微压 绵绵 你真的让那个刺青师帮你闻了 她的英文千金不换 好几个大老板去找过她 开出天价都没能成 另一个男生惊呼 我爸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 开了八百万 连英文师的面都没见到 我很少替人闻身 但早已名声大噪 一时间不少人围住了江一年 江一年十分享受 被众星捧月的感觉 她的性眸不禁一般从我脸上掠过 扬起了得意的笑容 我觉得也不怎么样嘛 我都没说什么 她就主动提出而帮我闻 而且还没收钱 其实我感觉也就一般般吧 勉强能看江一年挠了挠肩 而且刚闻没多久 现在感觉刺刺的 痒痒的 好像有虫子在上面爬 也不知道你推荐的这个人 到底有没有用 短发女生按住她的手 你放心吧 就连沈阙都是因为她的刺青 才能够立挽狂澜 拯救大厦江青的集团 她亲口说过的话 还能有假吗 而且我前面进来就觉得 你今天好像变漂亮了不少 江一年柳眉微条 掩饰不住的洗行余色 而女生转过头 墨地和我对视了几秒 然后垂下眸子 江一年左顾右盼 说起来沈阙今晚怎么没来 你没告诉她我今晚请客吗 好像一会儿就到 话音刚落 我目光被一个宽肩窄腰长腿的男人 吸引了目光 他穿着一身得体的西服 着耳不群 与周遭格格不入 夜店的灯光落在他俊朗的脸上 仿若碎金 绚丽且夺目 江一年立马挺了挺胸 江一头长发散下 遮住了尖头的莲花 我眸光微动 沈阙 我记得 他不仅是江一年想方设法 而攀上的豪门 也是三年前 被我从巷子里捡回来的落魄少爷 三年前 沈家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老沈总被多年好友陷害入狱 太太急火攻心 脑出血在ICU昏迷不醒 大学还没毕业的沈阙 临危上阵 身边全是虎视眈眈的豺狼虎豹 最终 他被从豪宅里赶了出去 身上所有的钱都给母亲住院治病 沈阙流落街头 过去的沈家有多风光 当时的沈阙就有多落魄 我捡到他以后 在他的左臂上 闻了一个中回捉鬼 判官抱头还眼 铁面求病 跟他英俊优越的眉眼 格格不入 开价666万 沈阙只跟我说 等我时来运转 一定十倍厚报 除了我 没人相信 沈阙能挽救岌岌可危的集团 可不出一个月 他神党杀神佛党杀佛 雷厉风行地扫除集团里作祟的小人 保释沈总 连他母亲都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沈阙带人给我送来支票的时候 我摇摇头 盯着他年轻的脸庞 终回为你驱鬼逐恶 嚷哉驱媚 但如果你作恶 也会遭到十倍的报应 沈阙奇谋谈道 我不会让你后悔救过我的 记忆里平静淡然的脸 和今晚重叠在一起 沈阙自然地落坐在最受瞩目的主位 他轻轻挽起袖口 漆黑如墨的刺青露出了一部分 江一年看到他跟自己中间隔着个人 脸上的笑容一沉 目光狠狠弯了一眼他身旁的好姐妹 短发女生瞳孔微颤 用去上厕所的理由 给江一年让了位置 闻到富裕的玫瑰花香水未靠近 沈阙侧头望向江一年 薄唇疏忽抖了下 江一年脸上的笑意温讯讨好 沈阙 你今晚怎么来得这么晚啊 是不是和谁家的千金约会去了 沈阙声音有些嘶哑 没有 生意上的朋友罢了 江一年 你今天用的是什么香水 江一年察觉到他的语气 有些不知所措的去闻自己身上 啊 是不好闻吗 他微微低下头 浓腻的乌发中 露出一小节白皙的紧薄 沈阙看在眼底 喉结滚动 他直直看着江一年 眼神浑浊而又危险 我很喜欢 你今晚看起来很动人 江一年微微正然 反应过来的时候 两个人的身体 已经不知不觉中贴在了一起 不见人情的沈少爷 第一次露出沉沦情欲的表情 他有些兴奋 甚至主动扬起身抱住沈阙 大着胆子亲了上去 沈阙搂住他的腰 加深了这个吻 我垂眸眼下所有情绪 等他们相拥着离开 我也扭头消失在人群之中 夜半三更 我睡得正香 房门被人用力砸想 一开门 江一年想都没想 往我脸上甩了一巴掌 我的脸瞬间又红又肿 继母也被动静吵醒 裹着睡跑走出来 江一年披头散发 仿佛疯磨了一般 冲我大喊大叫起来 你敢骗我 我儿杀了你这个贱人 说完 他幼儿冲上来 拽我头发 我后退一步 冷冷地望着他 我骗你什么了 说好今晚你来付钱的 我回去的时候 你人已经跑了 害得我到处 跟朋友借钱 才错够今晚的酒钱 你知道害得我多丢脸吗 我忍住了想笑的冲动 侧着头望 像江一年的尖头 如我所料 原本含苞待放的红莲 如今如同开败了似的 变成一片灰白的模样 这英文已经彻底没用了 而江一年浑然不觉 自己面颊微微凹陷 脸色苍白如纸 大半夜出现 像个女鬼一样 说两句话 就虚弱地喘气 我装作惊讶 我看你和沈雀一起走了 还以为她会帮你付钱 你们两个不是去酒店开房了吗 继母听到沈雀的名字 大喜过望 快步走到她身边 绵绵 你和沈雀成了 江一年不耐烦地甩开她的手 咬住下唇 成什么成啊 本来临门一脚 我俩衣服都快脱了 沈雀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就把我推到地上了 上一秒还把我视如珍宝的 下一秒就气弱必喜 真不知道她发什么疯 她满脸阴郁悦怨 我满意地端向片刻 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 沈雀身上的中魁砖丝打鬼驱邪 你的莲花在她眼里 就是勾人心魄的精怪 所以把你的英文打散了 不信你看看肩膀 已经失去效果了 将一年低头一看 肩膀上的莲花 被一道细长的伤痕从中划过 仿佛把莲花一分为二 莲花黯然失色 伤口还在往外冒血珠子 她大惊失色 你不是说我的莲花 能蛊惑一切男人的心吗 怎么会这样 我轻轻挑起眉梢 笑容微善 你也没说 你想掉的金龟絮是省缺啊 再说了 英文也分三六九等 她的中魁价值六百万 你的莲花只不过五十万 怎么相提并论 继母终于云里雾里的 听懂了我俩的对话 她大吃一惊 将且 你就是那个英文师 我只是笑眉说话 这母女俩对视了一眼 将一年顾忌重施 跪在地上哭泣哀求 姐 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对 你再帮我一把 指儿你肯帮我 我和我妈立马让爸爸 把房子还给你 见我不为所动 继母心一横 给我砰砰磕头 还扇了两巴掌 继母嘴里骂道 你怎么这么没用 我费尽心思培养你这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你别像我一样 只能小三上位 现在 有个做正房的机会 你不抓住 看我不打死你 见丫头自己没本事 还敢对你姐姐不敬 而是姐姐不原谅你 我今天就打死你 我欣赏着 江一年卑微可怜的模样 注意到她盯着 自己母亲的眼神 开始染上怨恨的情绪 继母浑然不觉 还在不停数落江一年 过了几分钟 这我不想帮 只是因为这个东西 规矩繁多 不能随便闻 而且一个人身上只能有一个 否则会互相冲撞 轻则精神失常 重则命丧皇权 除非 继母看到了一丝曙光 赶紧表态 指而你肯帮绵绵 而什么我都给 我唇角微微上扬 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江一年 除非 把你尖头的莲花连根弯出来 脸皮带肉的弯 几乎而去掉江一年尖头拳头大小的肉 她自然不愿意 当即站起来就朝我扑过来 贱人 你分明是想害我 可还没等碰到我 她忽然发出一声淒厉惨叫 然后捂着肩膀 跪倒在地 继母立刻冲上去扶住她 绵绵 绵绵绵你怎么了 妈 好疼 我的骨头好像二岁了 好像有虫在往里钻 在咬我 一看 那朵莲花开始散发黑气 将一年原本光洁如玉的肌肤上 浸出一颗颗的小血珠 我面带微笑 因为失去效果以后 就会变成死闻 煞气极重 会招来恶鬼 从你肩头入侵到你的身体里 然后吞噬你的三魂七魄 哪怕你不挖 你肩膀上那块地方 也会变成烂肉 直到全身溃烂 将一年面无血色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继母反应过来 也开始磕头哀求 声音里甚至带上了一丝哭腔 将且 算我求你了 你就我女儿一命 我做牛做马 都会报答你的 她是真疼将一年 我一直不说话 她就一直给我磕头 哭得撕心裂肺 直到她额头上巨大的肿包 开始渗出血丝 我才平静地说道 晚了 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说完我转身而走 将一年强忍剧痛大声喊道 妈 别让她走 不然我今天就而死在这儿了 继母赶忙冲到门口拦着我 还叫来家里的保姆和司机 去找来绳子 打算先把我绑在车库里 可还没等他们靠近 门外传来无数摩托车的轰鸣 我吃笑一声 就凭你们是拦不住我的 我盯着将一年惊恐的脸 脱下自己身上的睡衣 露出了背上唯一不阿的官圣帝君 这是外公病重钱 不吃不喝 亲手为我闻下的 或我周全 外人敌 你以为我一介弱女子 这几年是怎么在 平民窟平安生存下来的 保姆跑到窗边向下一看 将家别墅外 浩浩荡荡围着几十号人 围手叼着香烟的男人 深吸了一口烟 疏忽将烟头吐到地上 然后双手合十 高举过头 朝我们的方向拜了拜 我曾在他被仇家连砍七刀的时候 把我接走的 保姆惊恐不已 太太 外面来了群城北的黑帮 姓黎的老大 亲自带着人来的 我凑近了江一年 笑盈盈的表情 清晰映入他的同人 他们拜的是官二爷 我的守护神 但是 看在你们母女 给我磕了几百个响头的份上 我便积点得 敬你一命 替你刮骨疗毒吧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桌上抄起准备已久的匕首 把江一年按在地上 狠狠往他肩头一挂 皮开 肉绽 微热的血液 洒在我上 不消片刻 一朵血色莲花 烙在我的掌心里 屋里的尖叫声 此起彼伏 江一年疼得满地打滚 可这跟我妈的死 比起来 远远不够 江一年这朵腐烂的莲花 注定是而被我弯掉的 江一年掉了块皮 想而报警 却被继母拦了下来 她紧紧抱住风膜的江一年 在她耳边哭泣 绵绵 你伤到皮肤 以后留下伤疤 没有豪门会接纳 一个不完美的女人做儿媳的 现在只有江且能帮你了 绵母这种 依附于男人的兔丝花 一心一意想而把女儿 打造成全世界男人 都喜欢的样子 进江家大门以后 脸上的保养必不可少 连指甲发丝 都而精致到极点 所以我给江一年留下的伤疤 在她眼里 几乎是天大的打击 江一年浑身颤抖 只能看着我 眉眼含笑地离开 滑灯下 我坐上黎明的后座 黎哥 今天谢谢你了 坐稳了 黎明沉深开口 小事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而不是你让我别管你妹 我早就让人弄死他了 这等小人物 怎么好脏了你的手 我似笑非笑 再说了 报仇血恨这件事 我不喜欢假手于人 我拒绝了黎明帮忙的提议 回到一片狼藉的店里 被打碎的场景没人收拾 落了层灰 贫命哭得夜晚灰暗 我疏忽抬眼望向路灯 闪烁的昏黄光下 守着一个人 是沈雀 他语气平静 将且江一眠身上的刺青 是你闻的吗 我点了点头 抱歉 我不是故意而利用你的 就算利用我也没关系 沈雀眸光清冷 神色自若 你还须而我帮你做什么吗 万一江一眠不入套 你须不须而我 我愣了一下 无奈一笑 你忘记我告诫你的话了 闻中魁者不可作恶 沈雀垂着眼 向着做错的孩子 轻轻应了一声 你只须而远离他就够了 江一眠在他常去的俱乐部守着 被沈雀发现以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 告诉经理 如果让江一眠跟自己共处一室 就再也不会到俱乐部 一个是首富沈家 另一个只是普通商人的妓女 江一眠被当众请了出去 他从来没这么丢脸过 气得在门口直跺脚 我笑着给分享视频的人 回了一条信息 你小心他把气撒在你身上 对面很快回复 再也不会了 沈雀给我介绍了他朋友 我们相处得很好 很快就而订婚了 我再也不会做 衬托江一眠的绿叶了 时隔三日 我在废墟里等候已久 江一眠跌跌撞撞地找上我 跪在我的面前 江且你帮帮我吧 何月月那个贱人 居然和陈思年订婚了 从小到大 他长得不如我好看 他爸就是我家公司里的 一个普通上班族 除了学习好点 他哪里都比不过我 而不是我 他连进入我们社交圈的机会都没有 凭什么他能嫁得这么好 凭什么 江一年极度地快而发狂 他身边几个姐妹 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 为了衬托自己美貌的绿叶 红花曾能容忍 绿叶开得如此喧宾夺主 江一年看着我 双眼赤红 我不允许 我不允许他们过得比我好 陈思年是神雀的发小 家里从政 虽然低调神秘 但也不容小觑 而何月月就是江一年多年的姐妹 那天在夜店的短发女生 也是隔壁蛋糕店老板娘的女儿 三个月前 我第一次见到她 何月月紧紧抱住老板娘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穿着短裙 雪白的腿上仿佛落了梅花 全是烟头烫伤 江一年心情一不好 她就欺负我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老板娘眼眶微红 上次她还删你的脸 小小年纪这么心狠手辣 她根本就不配为人 你离她远远的 可是 何月月声音都哽咽了 爸爸还在她家公司上班 家里的债也还没还完 她认识好多混混 我不敢得罪她 我怕她会来报复咱家的店 我末弟出声说道 怕什么 那就报复回去 母女俩忘了哭 直愣愣地看着我 我咧开嘴 朝何月月伸出手 我比你更恨她 我教你怎么做啊 于是 何月月听从我的吩咐 故意在姐妹群里 提起自己有一个 相貌平平的朋友 去泰国请了九尾狐的佛牌 现在做了主播 榜上好几个大哥 月入百万 她每天每夜给江一年 灌输勾引男人的写法 江一年动了心思 但是佛牌 仪式 大竹 千方百法 国内国外 她全都是过了 一点用也没有 直到何月月提起 自家隔壁的刺青诗 就是传说中的英文诗 她再一次跪在地上 抱着我的腿 痛哭流涕 江姐 我知道是你 你帮何月月文了英文 她才能勾搭上市长的儿子 你也帮帮我 帮我文个比她更好更厉害的 最好能让她的英文无效 让她变成一团烂肉 我轻轻用脚拨开她 微微抬起下巴 答非所问 我连设备都没有了 怎么帮你文呢 江一年双手紧钻 她低下头的瞬间 眼底闪过一丝怨恨 然后扶小坐低 我一定还原 见识过审却热烈的模样 让江一年 再也忍受不了她的冷淡 而即将嫁入豪门的何月月 更是如同扎在她心头上的一根刺 狠狠践踏了 她这十几年来的骄傲和自尊 江一年迫不及待地回了家 第二天拿了十万过来 我掂量着手里的银行卡 前几天住在家里 我在书房里发现了份贷款合同 发现我爸公司这几年亏损严重 已经盗用房子抵押贷款 来周转的地步了 所以她对继母和江一年的零花钱逐年削减 管理严苛 江一年向来大手大脚 不可能有存款 这卡里估计是继母的踢机钱 可以了吗 什么时候可以闻 还不行 江一年脸色骤变 在她惊怒的眼神里 我唇角闲着一缕讥笑 我店面都被你的人打成这样 就算重新买机器设备 也没地方放 所以 闻不了 你 江一年身体刚遭受英文反噬 又被我活生生弯下一块肉 胃底已经虚透了 急火攻心之下 她直接吐出一口血 我好心好意扶她一把 被她甩开了手 你等着 江一年咬牙切齿 我这就找人 很快 她就找来当初那群混混 混混见到我 皆是一愣 江一年 你这是什么意思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别问这么多 我缺你钱了吗 江一年破口大骂 她脾气变得更加暴躁 阴晴不定 你们这群社会的败类 只知道游手好闲 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们就该去死 全都给我去死 我站在巷子口 依着斑驳的墙面 清晰地看见 那个小混混 眼底浮现出几分阴狠 江一年浑然不觉 她盯着手里的镜子 接连的情绪起伏 让她原本光洁白嫩的脸庞 出现了无数细纹 嫉妒 愤怒 让江一年貌美年轻的脸 变得无比丑陋 她开始精神恍惚 焦虑不安 无法入眠 仿佛得了被害妄想症 总觉得身边人都不安好心 江一年快崩溃了 她等不及了 我也是 江且 现在够了吧 我盯着江一年盘满皱纹 仿佛一夜之间 老了三十岁的脸 疏忽一笑 可以 英文 也称鬼文 薛儿特殊的材料制作成色料 才能有神奇的效果 中回 关于等正统神明 薛儿的材料 不仅世间罕有 更重耳的是 绝对不可以沾染阴邪之物 江一年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能不能给我闻个打击 她既然能够引伤皱王 我不信不能够引到审阙 我含笑说道 当然可以 芷儿你把材料准备好 只需而一天 我就能把你小儿的闻出来 芷儿有了刺青 别说审阅 全世界的男人都挡不住你的诱惑 她微微正愣 眼神发直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 成为那个祸国殃民的绝世美人 就差最后一步了 你说 我马上准备 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了 我俯下身 用食指挑起江一年的下巴 她眼眸里清晰映出我阴冷的表情 唇角上扬 瞳孔漆黑 她似乎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 嘴巴张了张 我一字一顿 我薛儿一年一月一日殷时 生人的心头血 却是不过头七之人的骨灰 还有八百万 你能找到的 对吗 将一年表情争鸣 浑身都在颤抖 仅存的理智告诉她 这一切不可能做到的 我在她耳边轻声低语 你应该知道 沈雀不尽女色 是因为她心里有个白月光 就是我 三年前我就过她一命 她对我一见钟情 只是我一直都没同意 但做首富太太好轻松 每天花不完的钱 还有沈雀这么俊美的老公 享受不完的风光 连我都心动了 嗯 做市长夫人 应该也很不错吧 陈家是书香门第 不在乎儿媳的出身 听说和月月未来的婆婆 很好相处 也很喜欢她 已经在婚前赠予她一套房地产了 还答应和月月 指而生下孩子 无论男女 都奖励她一千万 黑帮大佬也可以 黎明的灰色产业遍布港澳 资产不会比沈家少 她无父无母 指而一死 钱就都握在自己手里了 你说 到底选哪一个好呢 将一年的目光 已经全然涣散 连最后一丝微光都熄灭了 她口中吱吱念叨 首富太太 市长夫人 如此反复喃喃几次 将一年失魂落魄地走了 而我转进屏风里 抬眼望着神龛 上面供奉的 不是哪位神仙 而是我外公和我妈的牌位 我分别为 他们上了三炷香 外公 我听你的话 绝不赶尽杀绝 有损我的德性 但他而是真的做了那种事情 天也看不下去 自然会有报应 我不过是替天行道 妈 你在下面好好听外公的话 继母知道我同意给将一年文英文 为了讨好我 特地来请我回家 和他一起过生日 我看了看墙上的日历 垂眸倾笑 无福消瘦 当晚 将一年寄来了铜城闪送 拆开那个充满兴气的纸盒 我看到里面放着一个玻璃容器 装着半瓶浓稠乌红的血 但我没听到丝毫风声 又过了三天 新闻报道 某江姓男子在路上发生车祸 当场身亡 一日的深夜 江一年鬼鬼祟祟的抱着一罐酸菜坛子 出现在店门口 他打开坛子 里面是灰白色的粗糙粉末 我抑制不住的 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江一年气弱油丝 警察怀疑事故是人为的 不肯放人 我花了好多钱 才让人把它从警局偷回来 然后拉到殡仪馆里偷偷烧了 你看 爸被撞得支离破碎 车起了火 最后只剩这么一点了 这些就够了吧 江一年已经彻底疯了 说话断断续续 毫无逻辑 我笑眼弯弯 钱呢 江一年忙不迭地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是八百万 爸说了 等我嫁出去 他会给我准备八百万的嫁妆 让我风风光光地嫁给沈雀 这是我在他臭屉找到的 迟早都是我的 八百万 是我爸用房子抵押 换来的银行贷款 我笑了 收起银行卡 勾勾手指 江一年死水般的眼眸中 跳跃着诡异的光 他跟我走进店里 我站在消毒柜前 好心问道 这次儿文在后背 因为材料特殊 痛感会是之前的十几乃至几十倍 你而不而打麻醉 江一年脱光了上衣 躺在床上直勾勾地盯着我 也许是我手里的纹身针 泛起寒光 让他 不禁打了个寒颤 空洞的双眼有了焦距 江一年咬着牙 我听说打麻药会影响颜色和亮度 会不会影响到英文的效果 我不打 我欣然同意 这次是满倍 耗时极长 光是打线条就将近六个小时 再加上上色 花了足足一天一夜 江一年从第十分钟开始变了脸色 他浑身颤抖 大哭大叫 疼 太疼了呀 我将他死死按在床上 冷声说道 我事前告诉过你了 是你自己不而打麻药的 英文一旦开始聚音聚灵 必须一气呵成 绝不能中途而废 否则你准备的一切 全都前功尽弃 疼 也忍着 纹身期间 江一年几度昏死 又痛得清醒 他的嘴唇被自己咬得血肉模糊 几乎到他只剩一口气的时候 店外照进一缕西光 天快亮了 警察把我店面包围起来的时候 江一年正站在全身镜前 他唇角躺着口水 目光痴迷 嘴里不断重复 打击 我是打击 没有男人能抵挡得了我的诱惑 为首的警察视线 落在他赤裸的背上 眼神顿时变得十分怪异 因为江一年身上 根本就不是什么酒尾妖呼打击 而是 一头野猪 警察不是来逮捕逮捕江一年的 他们还没查清 我爸的车祸事故原因 江家突然起火了 火势被扑灭以后 消防员在卧室里 发现了一具被烧成炭的女士 是继母的 原来几天前请的小混混心怀怨恨 半夜喝醉了酒 偷偷跑到江家车库里 郊游放火 那是深夜 等邻居发现火势的时候 已经烧到三楼了 我爸死了 继母也死了 警察只能去找江一年 结果把江一年带去警察局的第二天 法医对继母进行了尸检 发现他并不是死于二氧化碳窒息的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火势如此迅猛 他却没有丝毫反应 直停停地躺在床上 直到被火焰吞噬 交警大队的车辆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我爸的车祸是人为的 有人在刹车上动了手脚 以至于他在高速路上 无法刹车减速 惊慌之下 车毁人亡 熬了三天 江一年的白日梦破碎了 他没等到 沈却带着金牌律师去救他 精神崩溃之下 承认了所有的罪行 江一年在继母生日当天 得知他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四阴之人 他在继母入睡前必喝的红酒里 放了安眠药 然后撒着娇 而跟母亲已经睡 在继母昏睡不醒的时候 江一年拿着刀 会坐在母亲腰上 江一年着了魔斑地说道 我只需而一点心头血 一点点就够了 不会有事的 半上 卧室里想起女人的低语 这么多 够不够 好像有点少 江一年残忍杀害自己的继父和生母 情节恶劣 本来该判死刑的 但是他神志不清 时而清醒 时而混沌 状态还算好的时候 江一年对着警察哭喊 都是江且害我的 江且才是恶鬼 都是他挑唆我这么做的 他在我身上纹了妖精 我被妖精操纵了 人不是我杀的 我恰好来警局处理我家的后事 听到这话 我勾唇一笑 建国以来不能成精哦 女警察抬眼望向江一年 眼神又冷又悲 他叹了口气 比恶鬼更可怕的 永远都是人性的贪婪 江小姐 这八百万 我们警方会替帮你交还给银行的 感谢你的配合与支持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 我又去给外公和我妈扫了墓 我给外公带了他最喜欢的五粮液 给我妈拿了他喜欢的鸳鸯奶茶 放在两座并盘立的墓前 我跪在地上 向他们忏悔 外公 我知道我还是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诲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做英文师了 除非 除非那个人给的钱多到我拒绝不了 妈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我爸那个人渣 跟你葬在一起的 哦 对了 他本来就被撞碎了 剩下的一点点骨灰 被我倒进了下水道里 失身不全 阴魂不散 他现在应该正缠着江一年 而拉他一起去死呢 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空荡荡的 我捂着胸口 惊声说道 我很想念你们 等到最后一个字说完 原本晴朗的墓园里 刮起了一阵微风 一片树叶 轻轻落到我头上 然后滑下 仿佛是谁的手 抚摸着我的头 我憋了十年的眼泪 瞬间砸到了地上 过了好久 清冷的男生在我耳边响起 你平时把做纹身收取的费用 都匿名捐赠出去了 现在自己身无分文 不做英文师 需不需而我帮你安排一份 稳定而且钱多的工作 我抬眼望去 沈却站在不远处的树下 他穿着一身黑风衣 仿佛是来哀悼的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我起身 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我回家那几天 给我爸买了份衣外险 能赔不少 我不缺钱 什么稳定的工作 沈却面无表情 耳垂微红 首富太太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